向正宜政府委员 赤士哉起是来到六港市场 留意中合地理和环境改善工程 中华管理委员是率领广府上官团委来做说明 希望可以向中央政策更多经费来建设地方 现中也来到很多民意代表共同关心这个議題 向正宜政委、管理、政策、政策、向正、议员 跟很多地方的民意代表是来听处这个六港区政策的干部 北门户这边的一个繁荣可以沿着陆港西的一个蓝绿带 然后接到我们南门户这边可以振兴我们整个陆港的一个繁华 中华管政府委员要带动六港观光的发展 一直以来是都很绝对在推动六港国家留守风景区 希望未来将这个六港区重心搭责 提供给UK跟民众一个休闲的所在 这个是我们中国跟台湾贸易最早期开发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时代的变迁 现在都变成家庭废水 那河川也产生一些恶臭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历史现场再现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水域的整治 那我们不仅要做一个节流 两岸清水公园水域的一个兴建 以及还有旧的古街的连结 那能够让我们鹿港能够风华再现 六港厅长和好兄兄长都表示 公司这边都会专业来配合 希望这个工厅可以进手来完成 鹿港现在一年的观光客有超过八百万人以上的观光客 所以六港现在是一个人很爱来的地方 那刚才这一条旧鹿港市这条是 现在目前算是一个脏乱点 那因为这条有这个历史的因缘 这条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管理长和吴政委来到这个地方 希望说在很多的这个基盘里面 可以从这条河川来整顿起来 那六港厅公所和好兄兄公所我们的专业来配合 只要违建和需要站起来的和这些基盟来协调 所以这些地方做起来以后六港会更加热 当然可以让我们六港厅公共有六港厅公罚再现 当然我们这条目前的整治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位置 以西已经那个硬体的建设已经完成 我相信政府机关只要跟县政府和地方公所 大家配合大家用心要做 很快的时间可以做起来 可以让百姓、观光客来到六港厅公共 今天不一样的地方 正为吴宏母标诗 这是一家很重要的建设 一种的专业来协作 希望可以顺利来进行 这个鹿港厅当然我今天第一次来 不过我刚刚也跟我们的卫县长 还有我们的乡长镇长 我们很多的新议员都在这边 我们地方都非常关心 如何能够再造风华 这个我看这个条件非常好 我们鹿港厅以前在这个附近 曾经也是人文汇萃 是相当繁荣一个地方 那我们希望从几个面向 包括这个河流 把它完成水质改善整治清水 包括留一点我们未来在历史上 人文的一些整体的规划 这个我们都愿意跟相关的部会 全力来协助 那因为这个是我们国家 还有我们这个彰化线 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 需要一点时间跟精会 我们会全力来促成 这个港厅以后的汇用 但又是六页 细则内容包括水源减化 好方改善 好方景观点点 希望让旧六页铁 可以逢华再现 新中华新闻创中青 六页 蔡宏博德